州口地处河南省东南部,全市面积近一万两千平方公里,人口一千零五十四万。 辖商水、西华、福沟、太康、路易、淮阳、丹城、巷城、沈丘及川汇区共八县一市一区。 由于它地处黄河冲击山,是淮河主支流流金地域,所以这里河网交错绿树如枝。 千里沃野坦荡如底。 早在上古时期,我们的祖先就在州口淮阳为中心的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。 约六千五百年前,中华始祖太号福西市在此定居建都,这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 古称陈州的淮阳县,至今蛮好的保存着中华人文始祖太号福西市的殿堂和陵庙。 福西三皇之首百王之先,他在今天的淮阳定都后,以其圣德统一华夏九大部落,创立中华民族的图腾龙。 从此,华夏自尊称为龙的传人。 福西画八卦,分阴阳,钉姓氏至架曲,奠定了男女对偶的婚配制度,华夏姓氏自此起源。 如今,中华姓氏虽三千余众,若肃溜而上,皆可追根至太号福西。 万幸同根,远与福西。 每年农历的2月2到3月3,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华夏儿女,分支踏来,朝祖寻根。 长达一个整月的春天盛会,融会着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。 无独有狗,中口市西华县的女娲城,相传是我国古代人类始母女娲的活动遗址。 女娲练习补天,团土造人,与福西兄妹成婚,繁衍人类,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母姓之神。 周口市路一线太清宫,五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道家学派创始人。 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的老子诞生在这里。 老子聪慧睿智,学究天人,一部道德经,玄机内蕴,包罗万象。 开启了我国直徐思想先河。 今天,西方人对这位东方的智慧先贤依然充满景仰。 英特网上,他的点击率仅次于中国。 历史上,淮阳还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农民起义。 陈胜吴皇起义,建立张储政权的地方。 沙河、印河、甲鲁河三川交汇,形成淮河最大的支流。 周口市区自然分成河南、河北、河西三个区域。 距今约六百年的明朝永乐年间,周姓船户为方便三川两岸贸易, 在此首开渡口,人称周家渡口。 周口由此得名。 凭借便利的寒韵,周口从此物负人风,经贸繁荣。 地灵人节,城前启后,贤歌台,孔子贤歌,遗风游存,读书亭,苏氏书生,雅运晚在。 谢安、谢灵运、程浩、程怡、吉洪昌、申凤梅,还有历史名人袁世凯。 五千年的陈楚故地,五千年的大浪淘沙, 周口曾经如此醒目地矗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上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